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女孩子 然后挺漂亮挺温柔的 然后我就追求她 就是双处了一段时间 正常出来下嘛 咱们都给她买的小礼物 咱的像一些化妆品的香水之类的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就是事情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她就是有点变本加厉 要的东西都比较贵 我这刚工作也没什么积蓄 她要的都是什么椰子鞋 那些几千甚至上饭的东西 我也承受不起 然后我就跟她说 既然你就是咱俩的价值观不同 你想要的东西我也给不了 那马上就好聚好散 就分了嘛 然后她就不在意了 她说我答应她时间 然后要跟我要分手费两岸块钱 两岸听完我就有点懵 没有这样的是不是太过分担 你看这个事咱是不是想办法给她 行 居然是我大点了解 那联维方式啥能够呢 是吗 啊 都有 先生好 你去海龙吗 哎呦 是家家是吗 啊 你去海龙吗 对啊 你没跟我说过 你这么有钱呀 不是 你没说过吗 对 是我是 我看你好久没来 我就已经擦了扯 这个有点灰 上车吧 那你咱俩跟文献上也没这么说呀 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那啥 我这正常开个车不很正常吗 我也不能说给你吹牛逼 我有这有那的 对吗 你不能太低调了吧 还行啊你 平时吧 我这个人爱干净 车脏点吧 我就心里自己擦吧擦不得了 我看你这个微信也没那么说过 你太低调了吧 不是 我就觉得正常嘛 你就不能像一个破发户似的 跟谁说的都自己有钱 对不 嗯 还是 喜欢有这种有内门的男人和女人 哈哈哈 行 老门 哎 不落这个了 这其实都是硬件条件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真漂亮 嗯 行 嗯 我也给我感觉什么呢 我像你这种做主播的吧 应该美颜滤镜加很多 到现实中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我觉得你比那里边更好看了 我是说上镜特别不好看 然后很多都说我的现实比较好看 对 你这是挺漂亮的 你做这行多久了 我做这行一年多了 然后就想找一个男朋友 然后就结婚 你这个安逸挺好的 但是你这个生活规划不太对 我觉得找一个条件 好像让人更重要就是 老门 你看啊 就是人生规划其实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我条件在这会儿啊 我就是想带领我身边的父母啊 家人啊 亲戚朋友什么的 就是跟我一样的目标去赚钱 但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吃 我没有那么冷度吧 不行了 我没有那么平胞 我跟着你就可以了 老门 你这个观点不太行 对吧 就可以说男人很有能力地说 给女人完全地幸福 但是女人得独立啊 你看啊 7080那会儿吧 人们都喜欢去下海经上 90那会儿是炒房炒谷 对吧 再进来炒啥人来着 我现在不是炒鞋了吗 对对对 炒鞋 你说那么二一双能挣多少钱呢 对吧 但我觉得现在炒鞋很重要 我婆婆她们都在炒鞋 你错了 现在我们圈那人不炒鞋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什么东西物价飞涨 我问你现在没有什么做鞋 现在就是鞋的鞋 错了 这就是你们那边看不透 事情原因的所在 你屯的越多到越挣钱 就像你似的 比如说你喜欢包包吗 喜欢 你说你要问我要的话 我也能给你 但是你用着不舒服 你要是真的跟我一样 就是把目标放在前边 去挣钱能再吃点苦 这小车啥你帮你也能开 你们那个行业现在主要是炒什么 炒什么 我不太了解 这个就是 现在跟你说你也不能太理解 对吧 如果你要是有真有这个想法 明天或者后天 我直接带你去现场实际炒鞋 因为今天上午 我可能还要去见两个客户 今天下午你还要去见客户 对 不陪我打一会不大事 随便的 那啥 然后也不能让你空手围去 让我给你拿点东西 给我未来的那个 岳父岳母带过去 我感觉你今天挺有内涵的 也挺的 非常是我喜欢的那一会 那行 那咱俩的关系 就可以初步的定在那个 那咱俩先走嘛 行吗 行 OK 我觉得我是欢迎的 咱俩先走嘛 好吧